穿黑色脸帽上衣的男子 鬼祟的在市场附近徘徊 突然间他瞄到前方 有一名老妇人手提重物 他紧跟上去 一路跟到巷子里 越走越近 趁四下无人之际 迅速从妇人后方 把他的钱包抢走 随即把腿狂奔逃离 警方发现抢匪搭计程车逃逸 逃到郊区一处平房 找到人时 人在屋内呼呼大睡 还说把偷来的三千五全花光 事发在云林远掌乡 被抢的八十岁夫人说 他当时是把钱包挂绳挂在手上 抢劫的27岁男子 是失联移工局无定所 他年前犯下抢案被裁定羁押 老夫人出门购物 结果成了强肥眼中的肥羊 还好只有财务损失 人没有受到伤害 记得有廖文斌 李文斌王世函 云林采访报导